- 局长我们施政OnlineM21应该是第一次上来 - 没错 - 年青人我想说一件事他们其实是 衣食住行我刚才跟他们说两半都关你事 - 没错 所以很多他们生活可能他们面对的问题 - 或者他们对这方面政策的意见 - 想借着这个机会和局长有多些交流 - 我想待会的时间就这样 - 我们就现场我们分造三区 - 除了今天出席的同学之外大约200位 - 还有我们网上来自21间青年空间的青年朋友 - 都会借着我们网络去和局长有一个对话 - 不如这样事不宜迟 - 我将时间交给台下的青年朋友 - 不如先这一区的朋友好吗 - 这一区的青年朋友 - 有问题的可以举手 - 或者有意见你想表达的举手 - 那我们可以请工作人员 - 递麦给大家 - 我们今天好像有些远到千里而来 - 是呀 - 从天水为来 - 天水为来的又有 - 九龙堂来的又有 - 是 - 港岛区来的又有 - 好 - 可能坐车坐得太久 - 还有塞车塞得太久 - 是呀 - 因为下雨 - 是呀 - 交通比较迟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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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 - 局长你好 - 我是来自性工会性三一堂中学的刘伟晴 - 我想问一下高铁现在走的一地两检 - 内地人员可以在西九龙站的内地口岸区执行职务 - 而内地口岸区和高铁车厢都会执行内地法律 - 但实际的方案细节会何时跟公众交代呢 - 想问一下局长如果今天我在内地口岸区 - 或者高铁车厢做了一些在香港合法 - 但而在中国非合法行为 - 那要怎样处理呢 - OK 好 给点掌声第一位同学 - 很关注我们现在社会上发生的问题 - 接下来局长就在立法会我们又要去讲这件事 - 没错 韦晴都非常清楚我们现在的安排 - 刚才说的内地口岸区的演绎 - 和我们讲的基本一样 - 所以你都可以当局长了 - 事实上在内地口岸区 - 我想大家都明白了 - 等于我们去到另外一些国家的土地一样 - 变成了我去到另外一个土地 - 我就要遵守当地的法律 - 遵守当地的一些常规 - 亦都要尊重他们的基本的风俗和文化 - 所以在内地口岸区 - 如果我们犯了一些内地的法律的话 - 当然亦都需要受到当地的法律制裁 - 这个亦都跟我们香港一个很核心的价值 - 吻合的 - 就是我们香港难以成功 - 都是因为我们对法治的精神 - 那种的拥抱 - 那种的坚持执着 - 所以如果我们是用一个依法守法的态度 - 无论我们在香港也好 - 去到世界任何国家也好 - 只要我们是学习到尊重别人的文化 - 尊重别人的法律 - 只要我们是用这个态度 - 基本上去到全世界都不会担心 - 好吗? -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 无论在西九龙站 - 是否一地两检 - 何时推行 - 其实只要我们所谓 - 走得正、站得正、守法、依法是没有问题的 - 刚才你提到的问题就是何时会公布的 - 大家都知道了 - 我们有一个三步走的过程 - 第一步 - 我们希望今星期三 - 我们在立法会讨论里面 - 得到立法会的支持 - 支持了之后我们进行第二步工作 - 希望寻求人大常委 - 他那个通过和批准 - 变成了去到第二步的时候 - 因为那个合作的文本 - 已经得到这个法律的认可的时候 - 我们就会适时公布了 - 好 谢谢局长 - 我知道可能同学都有比较多的问题 - 200多位同学 - 不如局长我有个建议 - 是 - 我们三个问题左右 - 三至四个问题 - 一次过请局长你去回应 - 好 - 就会在这个西九龙 - 就会设立这个高铁的香港站 - 这个站也会同时设立香港和中国之间的出入境手续 - 就是简称的一地两检 - 我们在这个方案可以看到 - 中国的公安就会在我们香港这里执法 - 会不会代表和一开始我们基本法里面的 - 讲人自讲高度自治的理念背道而辞 - 亦都会不会令到这个中国的法律在香港行使 - 会不会破坏一个国家两个制度最基本的基本法 - 谢谢 - 好 给点掌声这位同学 - 好 - 局长好像那些同学好像想帮你 - 星期三在立法会温暖那样 - 即是问定了一些问题 - 将议事听搬到这里 - 是 - 帮你出卖两点 - 好 - 到这边 这边有没有同学 - 这边 - 想提出你的问题的 - 好 - 后面那位男同学 - 局长你好 - 我是来自蔡马会公立中学的杨景龙 - 我想问一下发展棕地那方面 - 会遇到什么困难 - 还有我想问一下会怎样解决 - 关于棕地的问题 - 谢谢这位同学 - 最后到回来这边了 - 这边有没有同学有问题想提出的 - 前面这位同学 - 介绍一下自己 - 陈局长你好 - 我是来自蔡马会公立中学的梁培斯 - 针对绿子居的项目 - 绿子居就是给一些录表的人士 - 以较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去买一些单位 - 但前提就是要先放弃它原有的一个公屋单位 - 我想问的就是 - 为什么政府要兴建六字居的单位 - 而不兴建一些传统的公屋呢 - 你认不认为六字居会比起传统公屋 - 更加能够提升市民的生活素质呢 - 好 给点掌声这位同学 - 好 - 有备而来这位同学 - 有备而来这位同学 - 好 请局长回应 - 我其实真是非常高兴 - 因为我们今天同学的问题 - 真是非常之有心度 - 先先讲讲公屋先 - 因为最后那个我还记住 - 其实公屋呢 - 其实我们一般说是出租公屋 - 另外呢 - 也有些公共房屋 - 我们叫做资助的出售单位 - 其实呢 - 无论是我们长远房屋策略 - 以及我们防委会 - 甚至呢 - 政府呢 - 其实都是一个共同的远景 - 这个远景是什么呢 - 第一就是为一些基层的家庭 - 它是负担不了一个 - 息质的居所的地方 - 我们为它提供一些叫做出租公屋 - 这就是我们整个社会 - 一个是居住的安全网 - 政府在这方面的承担和绝心 - 从来都没有改变的 - 所以基本上呢 - 我们是会尽一切努力 - 让有需要 - 租用公屋的市民 - 是有公屋住的 - 在这个前提之下呢 - 我们也提供一个机遇 - 让一些住在公屋的居民 - 或者是在轮后到公屋的居民 - 如果它有置业的诉求的话 - 如果我们可以提供一些陆置居 - 如果它也有兴趣去置业的话 - 基本上呢 - 政府希望提供一个机会给它 - 随着这个房屋阶梯向上移动 - 所以这个选择呢 - 在市民身上是由它自己决定的 - 好吗? - 第二呢 - 关于这个棕地了 - 棕地开发是可以的 - 但最重要的是 - 因为棕地上已经有很多的作业 - 有居民 - 有其他的用途在这里 - 所以发展棕地有几个问题 - 我们要解决的 - 第一就是住在当地的市民 - 我们怎样去安置它 - 第二就是在原地 - 它在操作中的工业或者作业 - 我们怎样可以把它整合 - 然后腾出更多的土地去发展 - 当然了 - 有一个方法就是说 - 因为一般现在在棕地的发展 - 这个工作都是平面的 - 一个构想就是 - 可不可以将它向高空发展 - 然后说一平方米的土地 - 原本我们是有一千个的 - 一千平方米 - 将它搭高 - 如果每一层是十平方米的时候 - 那我们便将很多的土地都腾空了 - 所以变成了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 但就需要一个社会共识 - 和在棕地上生活和作业的市民 - 能够接受 - 这个就需要大家去检讨 - 也都去找出一个共同可以接受的方法 -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 公安在香港执法 - 当然这个不可以 - 因为这个一国两制之下 - 内地的执法团队在香港基本上 - 是没有执法的权力的 - 也都不可以在香港执法 -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 为什么在西九龙的内地口岸区可以呢 - 因为根据这个普通法来说 - 因为根据这个普通法来说 - 有一个条款可以的 - 将某一个土地是视为 - 是不是香港的地域的 - 举例 - 我们说在深圳湾 - 那个一地两检 - 基本上是内地的土地来的 - 但是它为什么可以将它 - 撥给香港去进行这个通关的作用呢 - 当年也是用同一个概念 - 将那片土地被视为 - 是不是内地的土地 - 是香港的土地 - 所以香港的 - 我们说警察 - 入境 - 这个是海关 - 可以操作 - 同样道理 - 将这一块镜子的版面来的 - 基本上我们将 - 西九龙站里面 - 一个叫内地口岸区 - 根据这个普通法 - 将它视为非香港的领土的话 - 基本上内地的公安 - 它不是在香港的土地上执法 - 所以法律上 - 是有其他的案例 - 都可以用的 - 而我们香港的律政署 - 也都确认了这个 - 是符合《一国两制》 - 都不违反《基本法》 - 谢谢局长 - 我想说我很特别欣赏 - 今天的同学问的问题 - 除了自己问问题之外 - 你还听其他的同学问问题 - 然后去跟进一下 - 将来除了做立法会议员之外 - 都很适合做传媒的 - 即是在场的朋友 - 如果做了局长更好一点 - 因为我们都需要很多这样的人才 - 考虑一下 - 稍后再问一下局长 - 你自己的心路历程 - 如果同学有兴趣 - 你也可以问一下 - 好不好? - 那我们回来 - 接着这次又到这边的同学 - 好不好? - 这边的同学 - 做局长要站起身份问题 - 好,给起掌声这位同学 - 好不好? - 这个很受欢迎 - 很受欢迎 - 是啊 - 局长你好 - 我来自姓星德中学的 - 我姓石的 - 局长刚才说 - 说内地公安人员可以执法 - 是因为香港视为那一块土地是 - 那个怎么了? - sorry - 即是非香港的地区 - 而内地人员可以执法 - 那会不会拆... - 会不会... - 政府会不会担心呢? - 就令到香港市民认为 - 香港政府认为 - 就是可以... - 被公安在那里执法 - 就只要说那里是一个 - 非香港地区 - 他就可以说 - 你来抓我吧 - 这样就可以了 - 会不会呢? - 即是会不会产生这个... - 令香港市民产生就说 - 政府说 - 这个不是香港土地 - 就不是香港土地 - 就可以叫内地人员来抓我呢? - 这样 - OK - 一种对于这个措施的 - 一种担心或者真问题 - 好,到中间这边的同学 - 中间这边的同学 - 中间这边的同学 - 好,给掌声这位同学 - 这位同学 - 局长你好,我是来自性工会性三一堂中学的吴子盈 - 根据统计处2015年的调查指出 - 全港差不多有20万人住着劏房、板间房 - 但意识工营房屋严重失衡 - 平均工屋轮后时间去到4.7年 - 远远超过政府定纳的三年标准 - 而且上届政府的工营房屋落成量 - 又达不到施政的目标 - 我们见到现在还有十几万宗的申请 - 现价特首林郑月娥还说要将未来部分的公屋转做六字居 - 想问局长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公屋求过于公 - 轮后时间过长的问题呢? - 好,给掌声这位同学 - 关于公屋轮后的问题 - 好,到这边了 - 好,给掌声这位男同学 - 局长你好,我是来自性工会梁桂宜中学 - 我叫方家俊 - 我想问一下局长关于房屋的问题 - 大家都知道房屋问题在香港已经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 但是我们也知道政府正在计划使用郊野公园的用地去兴建房屋 - 但是为什么政府又不考虑一下使用这个粉凉的郊野公园 - 这个这么大面积的地方 - 反而使用绿化地大的郊野公园来兴建房屋呢? - 谢谢局长 - 高与抚扣墙,不好意思 - 高与抚扣墙,是你自己的意思 - 不好意思 - 好,谢谢 - 这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问题 - 局长再加一个问题是网上的问题 - 网上有一位朋友Kent问的问题 - 有没有政策,我想他一定是和刚才大家一样 - 有没有政策解决香港失车问题? - 今天有多少朋友是受失车问题困扰的? - 举手来看看 - 是 - 局长有没有办法解决,怎么解决呢? - 四个问题请你帮我们回应一下 - 基本上香港是大家都明白了,地少人多车多 - 好,我们全香港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 - 其实开发的只是用了24% - 其中我们用在住宅的更加少,大概有7个百分点 - 所以为什么呢? - 住屋也是一个问题 - 当然了,当我们住屋和很多社会设施 - 甚至商业设施都欠缺土地的时候 - 同样地道路也是一个问题 - 当然车辆也是一个问题 - 所以香港我们的交通政策从来都鼓励用公共交通 - 而事实上香港的公共交通在全世界里面 - 都是数一数二的 - 我们平均是有1200万的人次用公共交通 - 其中就是地铁,我想说火车 - 地铁加上火车大概是500万,巴士400万 - 所以看到绝大部分的香港市民 - 他上班上学、出街、回家都是用公共交通的 -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说的道路,香港的道路 - 大概有2000多的公里长而已 - 但是如果我们将香港七八十万的车辆 - 如果我们将它的长度乘回来 - 它其实出街拍不光的 - 单线就拍不光的 - 所以事实上我们也希望长远 - 透过我们改善、优化公共交通 - 吸引更多人用公共交通 - 减少使用私家车的选择 - 希望用一个我们叫软性的方法 - 当然也可以透过限制私家车辆的增长 - 这个我们也有做 - 但始终我们也不希望 - 好像有钱的就可以买私家车 - 没有钱的就不准买 - 因为很多国家都会有的 - 譬如用汇车证 - 加大第一次登记税 - 都是一个方法 - 我希望用一个油性的方法先处理了 - 如果也发现问题解决不了 - 那我们就被迫在拥有车 - 买车方面要采取一个措施 - 希望大家多用公共交通 - 另外加俊就说 - 我们没有说用这个是郊野公园 - 现在我们只是在讨论 - 可不可以用郊野公园 - 哪些生态价值比较低的地方 - 只能去建讨这个住屋 - 加俊就说 - 你可以移动到我们的郊野公园 - 你可不可以移动这个粉丁 - 高义夫球会 - 像Mexy哥哥提供说 - 其实不是不可以的 - 我们是可以的 - 不过一个社会 - 我们明白是要有多元的发展 - 我们每件事都要有少少 - 譬如我们除了住的楼房之外 - 我们需要有公园 - 我们需要一些社会的设施 - 譬如医院 - 要学校 - 要求场 - 要游水池 - 要商用楼宇 - 哥尔夫球 - 相对来说 - 是小众一些 - 但是不是就等于它不应该存在呢 - 我想大家可以思考 - 可不可以将一部分来改建呢 - 这个也可以思考 - 我们的态度是开放的 - 不过我希望 - 当我们去寻找一个方法 - 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 我们同样时间都要考虑整体社会的发展 - 因为哥尔夫球本身也是一个运动 - 他说的是 - 那个土地 - 是否可以更有效地去 - 混合地使用呢 - 这个我想大家都可以去讨论 - 我想这个也需要有一段的酝酿 - 另外一位同学 - 子盈 - 就说 - 我们现在轮后上公屋的家庭 - 大概是有三十万的 - 三十万的 - 因为其中大概是十五万多的家庭 - 就是这个是家庭的 - 另外有十二万多的家庭 - 就是这个是单身的年轻的市民 - 那么我们说的 - 未来十年的建屋量是四十六万个户 - 其中二十八万户是工营的房屋 - 十八万户是私营的房屋 - 那么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挑战在哪里呢 - 就是香港的土地 - 事实上是有一个平颈的工营 - 那么为什么造成这样呢 - 刚才我们说了 - 因为香港的地形主体都是山体多的 - 这个水体多的 - 所以平坦的地 - 如果大家看回一些五六十年前的 - 空中拍下来的照片 - 和现在的照片 - 会发觉 - 绝大部分 - 很多人的一些新的社区 - 都是填海翻出来的 - 那么我们在1985年到2000年 - 香港是透过填海 - 填了三千公顷的土地 - 但从2000年到2015年 - 只填了690公顷 - 而这样的情况 - 令到我们今天 - 一些平坦的土地的供应相对是欠缺的 - 当然我们不是说 - 前面是做得对不对的 - 而我们目前面对的挑战 - 事实上是因为土地供应的平颈问题 - 长远如何增加我们市民的需要 - 满足它呢 - 一定是透过开发土地 - 无论是 - 或是填海也好 - 无论是中地发展也好 - 无论是我们刚才的年轻朋友说 - 透过戈尔夫球场 - 还是透过交易公园的边随 - 我们现在是一个土地供应的专责小组 - 去进行一个整体的研究去辩论 - 希望可以为我们提供出路 - 另外一个就是说 - 石先生 - 可能他就说 - 在非香港的地域进行这个 - 執行这个公安 - 你觉得会不会是 - 和我们现有的做法有违背 - 我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 其实我们说的 - 将一片的土地被视为非香港的区域 - 其实不是说只是我们说的 - 我们还要去进行第三步 - 因为香港是三步走 - 第三步就是透过本地的立法 - 那我们透过本地立法的时候 - 应该是尊重我们香港的法治精神 - 是需要在立法会是经过条例的草拟 - 我们立法会的辩论 - 然后立法会通过完之后才可以做 - 所以基本上它有法律基础 - 也不可能是随便任意 - 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政府 - 班方面可以做到的事 - 我想这个可以让大家放心一点 - 好 多谢局长 - 我想说刚才我们短短的 - 大约是20分钟的时间 - 我们已经差不多问了八条的问题 - 所以我们平均的记录 - 局长第一次上来 - 我们一个小时大约可以问到20至30条问题 - 网上的问题就在涌进来 - 我希望大家一会 - 你如果不问那条问题 - 今晚睡不着的 - 早点举手 - 我先来两条 - 一条是阿BB问的问题 - 阿BB很关心的局长 - 他一听完你讲关于公屋之后 - 他就问了 - 你认为公屋、资座房屋、私楼三者供应 - 什么比例才算理想 - 这是第一个问题 - 第二条问题 - 又是这个听我说的 - Carroll - 问的问题就是 - 局长你以前是基电工程署的处长 - 他想问 - 你认为做公务员和问责官员有什么分别 - 我介绍你一个字 - 我不知同学认不认识CP值 - 大家知道是什么 - CP值是什么 - 性价比 - 你觉得性价比是否高 - 作为处长 - 现在做局长 - 性价比是否高了 - 还是低了 - 两个问题 - 接着来到现场 - 现场的朋友先中间 - 中间的同学 - 前面这位女同学给点掌声 - 局长你好 - 我是来自赛马会公立中学的周柏盈 - 现在大部份的市民都会用自己的私家车 - 去维持自己的生计 - 例如有些人会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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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拍车的车位不够 很少车位 因为可能一些官员就说 公屋的市民可能未必需要太多的车位去 因为他们自己没钱都买车 也都买不到楼 用这么多车位出来做什么呢 还有我想问局长你会不会增加一些车位 去给一些私家车和一些用车去维持生计的人去泊车呢 同学可不可以问多次 怎么称呼 周拍营 对不起 听不到 郑州的 郑州的 我可以怎么称呼你 拍营 给点掌声 拍营 好吗 我觉得很欣赏同学可以提出自己一些生活的看法 我想局长今天来这里也想听多些 同学你每一天 医食住行 刚才说了 这些是住行 是每天大家都面对的问题 大家可以多说一些 好 这边 这边的同学 中间的位男同学给点掌声 谢谢 是 局长你好 你可以了 照说 局长你好 我是来自圣公屋内贵宜中学的凯凤 我想问局长 既然刚才提到有关深圳湾的例子 我翻查相关的文件的时候 发现中国政府批给香港在深圳湾的用地 香港需要支付17亿2170万的土地开发费 不知道香港撥给中国政府的那块用来做 一定的土地会否收回相关的费用 如果没有收回的话 政府会有什么补偿的设施 或者跟中央商业有什么协商 好 谢谢Kevin 给点掌声 好 最后回来了 到这边的同学 到这边的同学 OK 那边的那位男生 好 局长你好 我就是姓正德中学的郑俊毅 我想问近年有关于新界方面的丁屋丁权问题 其实我根据网上资料 有说行政长官在12年11月的时候 就有曾经提出过一个叫哲聋的方法 就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好像在过去这几年都没有再用过这个方法去解决 其实还有 政府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解决这个丁屋丁权的问题 是不是因为受到乡议局的一些阻力呢 好 谢谢你的问题 那局长五条问题请你一一回应 好 好 好 先回答最后就是那个 丁屋丁权那里基本上这个是有一个基本的传统 还有一个法律的基础在那里的 你说节农的方面 这个也要考虑了历史和文化的延续了 事实上现在我们说的丁权丁屋仍然有的 不过很多的我们所谓的那些乡村 原居民的村 其实因为村界所限 其实它再找到这个土地去再建公屋 不是 丁屋 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个困难 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 不是需要一定用到这种激烈的手法去截农 其实这个问题相对地它已经开始减退 因为譬如我们画一个圈 在一个圈里面是你的村界 你可以在里面找到地建公屋 但当你建成这样的时候 你的村里面也没有土地的时候 基本上那个 相对来说这个问题自然而言 就不会扩散 也不可能扩大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法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是拭目以待的 好吗 Karen也问了 深圳湾也很厉害 你做了很多功课 17亿的土地开发 我告诉你 租用那里大概有600多万人民币 也有的 但是在西九龙站的情况 我们现在进行商讨中 一般你都知道 当双方或者多方探讨一些课题 涉及一些所谓公众利益 或者是私人利益 一般都不会事前公布的 我们是和这个内地在讨论中 到了有一个结论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的结果 好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柏仁的那个 就是没有地方泊车 那怎么办呢 事实上是 我们在这个汽车增长 和这个车位增长 其实香港政府都有一个政策 我们的政策 主要是考虑照顾到 一些我们叫商业用的车 或者刚才柏仁说过 就是用来谋生的车辆 那为什么要有一个优先的处理呢 因为商用的车 其实基本上 它的运作是背负了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比如说货运 因为香港的物流 香港的贸易 其实占香港的生产总值22% 当然是包括船和飞机 所以在车辆的运载 譬如货车 一些货车 我们的货车 其实它是一个商业 有一个社会经济效益的 所以刚才说的那些 就是说维持生计的车辆 我们现在都是尽可能去找土地 在一些多层的停车场 我们在一些公共的房屋 希望可以建设多一些车位 甚至在未来 在我们一些比较上是晚上 是那个交通基本上是很少车辆经过的 我们都会找一些曼泉 把它辟为 这个是晚间的停泊的地方 甚至有一些是我们叫做上落货的地方 那么晚上都没有人上落货了 可否也转化成一个停泊场 所以短中长期的措施 我们都在想 但是那个先决 是先给一些商业车 和谋生的车辆先的 私家车我们也会照顾 但是那个休止会是稍后的 另外就是局长的性价比 其实我的看法 我做了几个月 我想大家都笑 其实最重要 我想无论是做公务员也好 做局长也好 公职人员最重要是对自己的工作 是有一个承担 还有是有一个使命感 我想在工作里面找到的满足感 那个性价比就不是说价钱 是说回报就是对自己想做什么 是否做得到 是否可以切实地服务我们香港市民 和整体香港社会 这个比我觉得是值得的 因为可以做的事的确认多很多 好 至于公屋资助 出售单位和私楼 BB的问题 有没有黄金的比例呢 是吧 我想这样说 在十年长测 其实我们也订了一个指标 就是我们如果建100个居住单位 当年订阅的长测 就是有60个就是公共房屋 40个就是私营的房屋 那么这个6比4 基本上现在我们都是守着的线 主要是出租的公屋 和资助的出售单位 这个比例又如何呢 我刚才也说了 在28万个公营房屋里面 是有20万个出租公屋 8万个就是资助出售的单位 所以大概来说是5比2 当然了 刚才也有同学说了 就是说6市居又如何呢 我们的态度就是说 整体公营房屋有28万个 但是比例我们初步是5比2 但是我们会视乎市民的诉求 市民的愿景想如何做 我们可以适当地调节这个百分比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说6市居 都是基本上住在公屋的 就是出租公屋 或者是在轮后出租公屋 在前面那个堆头的 当他是买了6市居之后呢 基本上他住的公屋 就会交出来 就给轮后的市民上楼 如果他在排在那个龙头 他买了这个6市居呢 基本上他也都 吞空的位置给后面的市民去轮后 所以基本上是对公屋的供应 影响很小 唯一就是说我们收回了公屋 我们需要翻身 执帮帮他 然后就交给 搬上去的公屋的居民住 那里呢 在这个时间上的确有少少言误 大概我们说的是几个礼拜 我们房屋的同事呢 也都明白市民的期望的 现在就在想着 如何将这个时间尽量压缩 将那个言误减到最小 好 谢谢局长 那接下来又交给现场的朋友了 我们先回到中间这个区 好 这边的男同学 是 局长你好 我是来自圣工会圣生一堂中学的杨泳豪 那我就想问 屯门人现在出来九龙 要么就搭西铁 要么就用屯门公路 那屯门公路经常失车 基本上根据我朋友所说 一有撞车 那就都失整个小时才出到九龙 而西铁的乘载量又饱和以上 加上地铁 现在近年又 经常有那些延伍 或者有意外的时候 处理又不是特别迅速 担不下很多市民的时间 我想问有没有一些实质可行的方法 去改善现在屯门人出来九龙 或者去改善港铁现在的处理手法 不是太好的问题 麻烦 麻烦这位同学 接着过来到这边的朋友 这边的同学 好那边 最侧边的位女同学 麻烦 请不吝点赞 局长 你好 我是胜工会梁贵宜中学的邓梓晨 我想问局长 自从中国内地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 越来越多内地的投资者来香港卖楼 令到我们香港楼价急升 现在 特别是香港市民 特别是年轻人上楼就更加艰难 现在双辣椒这个效果也不是太大 那会不会有其他方案去打压内地投资者来香港卖楼呢 问你一个问题 同学 我想问你有没有想过 将来是想置业的 你担不担心这个问题 你暂时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或者想法 找个好老公叫他买一层楼给你 靠自己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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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现在是男女平等我们不说这些 但我刚才看到一件事就是 他问到一个他真心很想问的问题的时间 那个笑容是很开心的 因为真是他自己来自他想问的问题 几位同学都是 这边的朋友有没有你想问的问题 好的 好 那边 又是你 哥哥仔 你好啊局长 又见面了 哈哈哈哈 那政府就曾经说过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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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就曾经说过 就要被香港人三年内 被在公屋轮后拆轮后的香港人就会上楼的 但是根据网上的资料所说 政府仍然未能达到这个目标 而且我看网上有十分之多的个案 就是 新来港的人士是会被轮后了在香港 即是轮后了公屋的香港人士 是更加快的上楼的 那政府会否考虑一下 就是 不如被本地居住的人士 即是 本地居民 去上楼先 才会被一些新来港人士 去 入住这个公屋呢 因为始终比较不公平 如果是有插队的话 好的 谢谢这位同学 接着到网上 我也想问一条的问题 局长 就是压法问题的问题 他就问你 满不满意现在公屋流转的状况 有没有信心 其实都跟刚才那位同学问的问题是一样 三年 4.7年 似乎看到都是不断上升 你有没有信心去改善 进一步改善这个状况呢 其实呢 最后两条 其实都是我们 都是非常努力的地方 因为在我们是 彭委会 我们的而且定下了一个 三年上楼的目标 而这个目标 我们到今天都没有改过 但现实就是说 我们今天 是轮候上楼的市民 基本上平均是4.6年 因为之前4.7年是真的 不过最近的数字 因为4.5入 就变了4.6 我们说是 年长的轮候的市民 就平均是2.6年 无论如何 都比较我们的目标 是长了的 这个主要就是因为 我们的公营房屋的生产 的而且确碰到 刚才我们说的平颈 就是土地公营 所以我们现在 着力尋找土地 尽可能是有土地的情况之下 尽可能是尽用那片土地 建更多的公营房屋 但同一时间也不能 是不能将生活环境 的击逼度是恶化的 所以这是一个平衡的 当然了 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新来港人士会比较快上楼 这个我相信可能是一个误会 因为为什么呢 在轮候公共房屋 基本上都有准则 就是以他一个家庭 是符合在香港 是住门7年 然后他可以申请公共房屋 然后按排队去上楼 所以现在我们有两条龙 一条就是家庭轮候的那条队 刚才我们说是4.7年和2.6年 另外一条队 就是我们说是相对年轻的 单身的人士 那个我们叫做 point and quarter system 即是计分制轮候 所以那个基本上 每年大概是2000个单位 亦都考虑到 我们香港市民的实质需要 在这方面 很坦白 我们仍然要继续加倍努力 至于在内地人买房屋 至于我们香港有没有什么方法 其实我们在过去几年 2012年到今天 已经推出了几项的 所谓需求管理的措施 包括特别的印花税 商倍印花税 买家印花税 新住宅印花税 目的都是什么 就是压缩一些投资的需求 第二就是压缩一些外来人士 买房屋的需求 以及亦都希望香港市民买的时候 如果他已经有一套房子的时候 让个机会给第二个 多一点 如果他买第二套 就收到15%的重解印花税 这些都是我们正在做的工作 但是因为现在始终 是世界全球的银根都比较宽松 是 那个利息也比较低 所以那些油资没有地方去的时候 自然都要找一些有 坚强后盾的地方进行投资 香港的房地产 在全世界都不知道为何是这么吸引的 这个也是一个 我们是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体系 是只可以透过一个手势 就没得供 但是如果我们的土地供应是足够的时候 我们可以改手为供 但是我们大家都明白 这个我们目前都是进行一个 比较审神的做法 另外呢 就 阿浩是吧 就是屯门人 屯门人呢 你看到说没错的 就是说你一切就经西铁 或者经这个是屯门公路 这个在交通配套那里 如果我们从屯门出来 我们经过这个是三个干线 其实相对都快了 可以去这个是丁九桥一路出 这个是一个方法 屯门公路 这个是西铁线 西铁线我们也进行了 这个是个讯号的改变工程 希望日后也可以在一列车里 加回这个卡车 将它的运载量提升 但是在这个是上下班 或者上下货的高峰期 事实上是比较擠迫一点 我们的设计 每一个地铁列车 我们说的乘载量有两个标准 我们一般说的最高的乘载量 就是平均每一平方米 就可以站到六个人 但是实际上 香港市民都有自己的过程 但是他看到 他其实不用数 他看到好像很擠迫 那他就不上了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计算出来 平均每一平方米都站在四个人 但是我们希望如果有空间 香港市民有这样的选择 我们也让他自由行去选择 所以变成了 在地铁的乘载量 事实上是有一个挑战的 我们也在想着一个方法 希望长远去解决交通的问题 当然我们在铁路发展到2031年 我们还有几条铁路 继续扩建 包括新界北环线 当新界北环线做好之后 我们在九龙区新界区 整个铁路网络就成为一个圈 一个圈的时候 变成任何地方有车的时候 其实它会变回来 所以变成长远在这方面 可以舒缓交通的滞逼情况 好 谢谢局长 刚才的时间我们已经问了15条问题 剩下4个字的时间 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想提出的话 把握时间机会 我先问一问是网上的问题 都是关于铁路的 就是陈斌问的问题 他就说地铁近来 经常都出现嫌误 能否增加 他提出一个很具体的建议 能否增加罰质 改善地铁服务 这是一个问题 好了 回到现场了 现场中间的朋友 立即几个手 不如前面的女同学先好吗 我们尽量给一些未问过的同学们先 局长你好 我是英华女学校的张考研 你刚提到在香港 可能划分地区被内地公安 在一地两检执法 但是这个时候公共专业联盟 他就提出了双站双检科案 就是在深圳福田站和深圳北站 就分别执行一地两检 然后这个方法 无论在旅客的时间成本 列车的效率和经济效益 都是有很大的得着 首先时间成本 每个人可以折省到11分钟的时间 然后换算做钱的话 亦都可以有 一年可以省到 大概1.3亿的港元 而列车效率 由于总责不是在香港 就可以减少了 大概101万的公里 换算之后 都是每年可以减少到4亿的收入的额外支出 最后就是经济效益 这个方案可以在50年之内 就带到582亿的额外收益 那你认为 这个方案其实有没有可取之处呢 还是一定要执行一地两检呢 如果是的话 为什么一地两检 而是他执行的必然性呢 好 谢谢张同学的意见 好 接着到这边的同学 这边 有没有这边中间很多同学有问题 不然我就交给中间的同学 有没有 3 2 1 哇 局长 回来中间 OK 立刻 后面的同学好吗 尽量我们给多些机会 未问过的同学 都很厉害 这条20条了 是的 厉害 局长 你好 我是香港青年协会 李少基书院的学生 Anson 在座很多同学都会 以局长为一个榜样 希望可以向社会向上流 然后再以自己的能力 去回馈香港的社会 不知道局长 在中学的时期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心路历程 可以和大家分享 还有 不知道局长 不知道局长 希望如何以局长的能力 去带来一个更好的香港 好 给点掌声这位同学 我听过一个节目叫做我要做老板 现在有一个新节目叫我要做局长 好 不如先三个问题 请局长回应好吗 好 我叫Winston 是不是 是的 没错 Winston 是的 其实呢 这样说 我想我和大家几十年前都差不多 都有自己的看法 相对都是反叛 因为年轻人应该是反叛的 因为为什么要反叛 或者有个创意 可否说一说有多反叛呢 局长 现在看不出反叛 真的看不出 你说一个最反叛的来听 我们是怎样 我说我大概是中六中七 那时候已经大了 但也很反叛 第一 你知道以前和现在的学济有点不同 现在是十二年免费教育 以前不是的 小学六年 中学有五年 高中有两年 中六中七基本上就是 我们以前读过的学校 中六根本没有人读书 叫做Honeymoon year 蜜月年 我记得我有个同学升班 他们只有一科合格 那科叫做英文 我们读五科 那四科是什么呢 就是物理 化学 数学和高级数学 他们都被他逃 是 那也是升班的 因为先生说不要留你班 因为你留你班 阻止下面的师弟没有位上 那我们那时候在学校也搞很多活动 我记得 当我们的同学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我就去了第二间学校见校长 因为那时候搞一些校制的活动 我去到总决赛街邀请其他学校 一些校长来参观 是不是女校来的 是男校来的 是 男校来的 那校长很惊讶 为什么有个年轻人在上学的时间 他又不上学 走来见我呢 因为他是校长 此其一 第二就是当我们亦都比较上来 比较参业运动 一些校制的比赛 我们的同学上课的时候 我们就有几个学校出去 就製造一些横額 很长的那些 就去大球场 那时候在大球场做校制的 不是在弯制 就做一些歌曲 做完之后就围着学校走 接着所有同学都会 耶 接着一天那些学校看出来 我们就躲起来 到中七了 其实我记得我第一本书 读的那本书 都是我同学帮我买的 是中七的圣诞节 那我当时也很迷茫 很迷茫 究竟怎么算好呢 那当年有个老师 他对我挺好的 他也都明白我们 没什么给时间读书 但是他知道我们也 是懒而已 就不是愚蠢 也好一点 是 那我有一次也问他 我去年中六又没什么 怎么读书 中七就禁词 那你觉得我还有没有机会 读大学呢 那他没有想法 他第一个跟我说 他说可以的 你努力吧 那其实一个老师的一句话 对年轻人的影响很大 那我就给他这一句话 就是那团火我没有识到 那也都在接着那几个月 真是一天做几个东西而已 就是睡觉吃东西洗澡和读书而已 那后来也勉强地进入大学读书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千万不要放弃 无论你是遇到几大的困难挫折 只要你不放弃仍然有希望的 那我觉得你说我有什么值得和大家分享的呢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分享的 那我现在也和他有沟通的 他有时见到我在电视也会打电话给我的 陈范你今天也在电视说话 就是让我鼓励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和大家分享的 另外就是说 阿斌说在地铁 他经常在坏车 可否加强法则改善服务 我的态度是这样 法可以法的 但是法了他是不是最重要 法然他是不是可以令他改善呢 法多些钱是不是可以令他改善呢 以及法他的钱会不会制造另类的效果呢 因为我们是铁路运作最重要的安全 安全以外就讲快捷 你快捷不安全我们就宁愿你不走的 所以如果你因为罚他钱 而那些工友或者管理层是想罚少一点的 他要快的时候会不会牺牲了安全的考虑呢 当然我相信他不会的 但是因为人性来的 他可能潜色做了也不奇怪 所以我们觉得罚则是要适可而止的 如果令到他将那个注力去到金钱上面 其实就妄却了他维持一个安全和高效的铁路服务 所以变成我们在这方面需要有一个平衡的 刚才可盈就说了 在福田深圳北 我看过那篇文章的 但是你留意他有两样东西是跟我们一样的 第一他不是反对高铁的 第二他不是反对一地两检的 可以吗 所以基本上高铁是全香港绝大部分的市民都支持的 一地两检也绝大部分的市民支持的 甚至反对我们一地两检的朋友 我跟他聊天他说我不是反对高铁 第一 第二我都不是反对一地两检 不过我反对就是不在那里一地两检 一地两检的效益是很清楚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思想一想 如果我们在香港上车 如果我们的车停站也好不停站也好 去到我们的中点站直落 是不是很方便 好了 如果你说我在香港上车 我不做一地两检 我去到福田或者深圳北才做一地两检 我要下车做 我要把行李拿下去 我要一架车 你知道香港的列车是有579个位 你想想579个乘客 有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速度 不同的行李 他要去清关 要出境入境 他要搞的时间 好了 如果有两个去 厕所去了慢了 你等不等他呢 如果他那个旅行证件有问题 你等不等他呢 你等他又难 不等他又难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就是说 在时间效益里面 这篇文章 其实有几个假设 一个假设 他用了八达通 于是就可以直达 他无视了 这个要实名制 买票的事实 他以为用了八达通 连通关都不用 其实不是的 如果我们坐过直通车 在洪磅站 其实你用八达通 用什么都好 其实你都要去出入境 都要去清关 所以基本上如果香港已经做了这个步骤 实际上 这个是福田和深圳北 他在节省的时间其实是不存在的 因为他的假设根本没有基础 第二最重要的就是说什么呢 他假设了福田站和深圳北站 还有很多地方给我们设置 一地两检的设施 我们和内地的相关部门沟通过 基本上内地两个车站 后车的空间和班次的密度 已经基本上去到设计的容限差不多 尤其是后车的空间 基本上他已经是不可能再容纳更多的人 所以实际上在福田和深圳站进行一地两检 某个程度上是留意学术性 是可以讨论的 但现实上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如果仍然今天还要说 在深圳或者福田站做一地两检 沽默论他的经济效益 或者时间效益有没有 实际上都是一个如目求如的方案 是不存在的 是一个假想 是一个学术性的讨论 好 谢谢局长 最后剩下五分钟的时间 现场的朋友有问题的 我一次过举手然后请你们提出号码 最后终于来了来了来了 warm up 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没有 选三条而已 十一 三条 十一 十一 没有办法了 可不可以加时 可不可以加时 大家说可不可以 一人一票 一人一票 不行 他要做局长 他要做事 所以他做事 可以 不如这样 三条 我们加到六条 好吗 这边的同学先 举手 谢谢 好 这位同学前面 你好 局长 我是姓政德中学的学生 我叫林志浩 你之前都说过一个 是 说过一个计划 那社会上很多人都说他 是叫做政府劏房 那这个是一个共享的概念 他就是想给数二十万计的劏腐 在就来轮后公屋之前有一个暂居之所 那其实我想问一下局长 其实有没有考虑过 在不违反 有没有想过修改条例 给公下的劏房合法化 或者以法牌的方式 着情批准部分的劏房合法化 在不违反任何法律条例之下 好 掌声鼓励这位同学 多谢 好 快点来到这边 好 先左边那位同学 好 左边那位同学 好 这边准备了 是 是 郑局长 你好 我是离市圣公会 圣三一堂中学的王俊浩 那现在香港政府 常常提市民买楼要量力而为 现在的楼价很贵 很容易跌等等 那么局长 我想问一下你 预期本港楼市大约几时会跌呢 大约跌多久 而且大约跌多少左右呢 我想这个问题是很多市民想知道 和很关心的 我觉得我看你的样子 是你很想知道 那当然 你家人很想知道 OK 几时跌 会跌多久 麻烦这位同学 好 接着那边 是 局长 局长 你好 我是来自圣公会梁国研中学的阿川 阿川 是 根据 我想问的是 关于东大于计划 跟着政府的统计处 香港的人口和住屋需求 去到2040年就已经到顶了 但是东大于计划是去到 2040年 二零四几年才完成的 那么 这个计划不能解决这个短期的房屋需求 但是长远来说呢 其实是 会令到这个房屋需求 是过剩的房屋的供应 那我请问 这个东大于计划是否多次一句呢 好 谢谢这位同学 先三条问题好吗 好 先读我一下 其实你的数字都很准确 我们去到2040年 人口的确会开始有回落 但是去到2040年之前呢 我们其实人口 由现在大概730万 仍然上升 去到大概820多万 所以变成 刚才我们也说了 现在我们的房屋供应 其实是追紧落后的 追紧落后 所以基本上呢 在现在来说呢 我们的公共房屋 或者是私人楼域 仍然欠缺很大的比例 所以变成 就算我们去到2040年 实际上呢 我们仍然有一个很大压力 去追赶回房屋供应的落后 所以呢 去到2040年 东大于计划落成 那个建屋计划 应该仍然是有需要的 而且呢 我们也留意到 现在香港的家庭本位 人数呢 其实是逐年减少了 我们现在平均说的是 香港的家庭 大概是2.79多 2.79个人 就是平均一个家庭 就是一个单位住一个家庭 是少于3个人 所以如果从一个 以前我们是说的 一个相对大的家庭 一个家庭 可能有五六个 甚至八九个 我们年轻的时候 那些单位的规模 当那个人口的习惯 变小的时候 实际上呢 对房屋供应的数量会更多 而事实上 在我们公营房屋里面 都见到这个现象 就是说 我们房屋的数量多了 但是 住在里面的人数 除出来是少了 所以变成了 这个社会 家庭的结构的改变 对房屋供应 也有影响 那么进浩说 买房屋 什么时候跌 跌多久我都想知道 你都知道我还没有房屋 但是我的看法感 因为大家都没有水晶球 所以始终买房屋 都是要自己量力而为 还有这样的实质需要 不过年轻的一代 我也有个看法 就是因为年轻人 我们的眼光是可以放软一点 放阔一点 我们追寻的是 不应该单是一层楼 可以有自己的理想 有自己的事业 你可以出去外面走一走 去外面去实习一下 去做不同的工作 去体验一下 所以变成现代 很多年轻人 都参与那些叫做 工作假期 工作假期 变成了增强 或者是将生命封城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突然烟 你赚到钱 你想买房就买 但是如果有其他追寻的 你要去开拓自己的事业 去增加自己的体验 甚至你学一些 你读书里面学不到的东西 我觉得那些都是值得去追寻的 一个方向 就不要只是着眼于一个房屋 因为一个房屋 我觉得是人生的一小部分 好吗 另一位置号就说 嗯 就是这个社会共享计划 其实如果大家留意 我们的施政报告里面 其中也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 在我们今天的房屋供应 是比较紧绝的时候 当我们在轮后 上公屋的市民 轮后的时间 去到4.7年的时候 我们发觉就是说 当你等人的时候 其实时间是很漫长的 如果再长 如果你的环境是惡劣的 其实某个程度上 都是一种困苦 我想问在座的年轻朋友 你们试过等人 是不是 你最久等了多久呢 三个钟 你等谁 好朋友 好朋友 三个钟 大家明白了 好朋友的正义 完全明白 是 有没有人长过三个钟 是 你很惨 我曾经等过好朋友 我认为等了三个钟 是 不过真的很漫长 如果我们找到一些方法 可以舒缓等候里面的困苦 为什么我们不做呢 所以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 所谓的 就是这个舒缓措施 包括 就是说 如果有些工下 它是透过一个改装 而是合乎那个法规 安全和卫生的要求 其实我们是持开放态度的 所以我们政府里面也有些部门 是在草拥着不同的方案 就是希望 如果有一些业主 他有这样的兴趣 合乎建筑物条例 合乎消防条例 合乎我们所有卫生的安全的话 基本上是我们是持开放态度 而事实上 除了这个是工下改装之后 譬如说我们说的是组合的屋 或者一些人叫货轨屋 其实有些住院团也是在做的 那我们也是拭目以待的 好 好 多谢局长 加时 最后三条问题 三意一举手 在中间 好吗 前面一位 中间一位 后面一位 前面这位女同学先好吗 你也很公道 前中后 局长你好 左中右 对了 我是英华女学校的傅嘉宜 我想问一些关于房屋的问题 首先 香港现在房屋供应量就要越来越多 所以都要建房子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建房子越建就越去一些偏远城市的地方 那么可能 政府就可能要花多些金钱去交通方面去 令他们那些市民可以来到市区 对了 其实有没有想过这个支出很大 有没有想过 例如重建旧区也是另一个办法 好 谢谢这位同学 跟着刚才说到这边的同学 再举一举手 这边的同学 是 好 麻烦工作人员 阿姨 保良局 庄启成余科书院的 好 等一下 我是保良局庄启成余科书院的曾角进 我想问一下港珠澳的问题 港珠澳大橋是右上左下 而香港和澳门是左上右下的 但主要 这条桥主要是给香港和澳门人使用 会不会担心香港和澳门使用者不习惯 导致容易发生交通意外 还有如果发生了交通意外 是由哪一方处理呢 你也想得很长远 好 接着到后面的同学 后面那位同学 中间那位 没错 刚刚刚举手 陆长你好 我是来自李小姬的吴佳希 是的 香港楼宇的价格越来越贵 公屋服务的问题都越来越严重 你有没有想过收回那些人的公屋单位 给一些有需要的人士去使用呢 因为现在排得真的很长 这个方法呢 好 即加快收回一些公屋服务的住宅 好 三个问题 好 最后一个最早回答 刚刚大家都说出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公屋的轮廓 家庭非常多 等的时间也很长 所以其实呢 我们都在进行一些我们叫做一些管理的措施 就是因为住在公屋服务的 尤其是一些是住得比较久的 她的子女成才的 是找到收入的 实际上她的收入都不错的时候 或者超越了我们所谓的公屋服务的定额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四人家庭 她的月入是等于我们的收入上限的五倍的 那就是说一个四个人家庭 她的月入是二万七千元 那如果你说她去到五倍的时候 那是十三万五千元 那十三万五千元 在香港的收入 家庭收入其实已经是很少数 那我们觉得这些家庭 它有足够的能力 是自行照顾她自己的居住的需要 那所以我们会邀请她 就是腾空回那个公屋 让一些更有需要的家庭搬入去住 所以这个我们正在做的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 是会令到这些家庭 带来一些不便 或者一些某个程度上的不方便 或者困扰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理解 因为公共房屋始终是给一些 我们叫做基层 或者有需要的家庭去享用的 那我觉得呢 始终是公共的资源 都要用得其所的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我们会继续在这方面去做 虽然我们有些政治压力 但是我们都坚守这个原则的 港珠澳大桥 左上右下右上左下的 的确是没错的 但是来说 在桥上面的交通管理系统 是很清楚的 而且是从一个方向去的车 和另一个方向回来的车 中间是有分隔的安排的 所以基本上 主要是按照交通指示 基本上 就不会有一个所谓 是重大的隐患的情况 至于你说如果发生交通意外 那怎么处理呢 那哪个处理呢 那这个也是用回 我们香港的法治精神 就视乎那个意外 发生在哪里 如果在我们香港 和内地的边界线上 接着四个车搭着 一边两个呢 那大家就想想了 但是这个出现的机会很短的 因为整个港珠的大桥 是41点多公里长 差不多是马拉松 所以这个机会是比较少的 如果不是这样搭正 基本上 就是哪里大贩 就是哪里管理的了 所以如果在香港的境内 发生交通意外 就是香港的执法单位管理 如果在内地的范围 發生就是内地的执法单位管理 这个就很清楚了 不过如果它涉及一些 譬如有人的受伤 严重 我们需要救援的 那双方有一个特别安排 以救伤乎危为优先 就不理你哪个 打哪个 哪个最快到就是哪个去抢救 这个就是从一个 人道和救援的态度去处理 好吗 另外一个就是 阿嘉宜就说 嗯 我们现在建的房子也偏远 因为市区的地都少了 而这个事实上是 那可不可以透过重建 这个事实上是有做的 譬如我们市区重建局 它就将一些老旧的大厦 需要去改建的 重修的 那它也会进行一个收购 然后呢 现在有一个方法就是说 如果大厦可以修辑 是仍然可以住的 亦都可以提供一个 我们叫做安全卫生 是住得有专业的居所 那基本上它会复收 保留它 如果不是的话 它就会把它拆卸重建 那这个呢 在市区重建的方法 亦都有 在公共房屋也有的 公共房屋呢 我们如果譬如 柳林比较大 那不是主要原因 最重要 就是它的结构 是否安全呢 如果结构是有一个问题的 或者就是说我们修辑 维修的费用 是远教我们重建的费用 维高 就是长远来说 我们都考虑重建的 还有呢 就是考虑到 当区有没有重置的单位 你知道很多 香港市民住在一个区 都希望原区安置 对吧 譬如住在九龙城 你搬去其他地方 它始终有适应的情况 那么我们希望呢 照顾到市民的诉求 就是说呢 希望在附近找到一些地方 可以把它重置 让它去适应 亦都是容易一些的 所以变成了呢 在市区重建 在无论公屋或者私楼 都有这个安排的 而且呢 香港亦都是一个 非常之有效率的 商业的世界来的 很多这些这样的发展商 亦都就着一些 现有的旧楼 进行收购的工作 亦都加快了市区 旧楼的重建安排 那这个是一个 很有生命力的一个演变来的 多谢大家的意见 那我亦都希望我们 地产物业界的朋友 市建局 和防卫会的朋友 都听着呢 亦都参考了大家的意见 希望将我们 住房交通 和相关的政策做得更好 OK 掌声多谢局长 特别再加时 局长最后 是 一件事 我想大家都 因为你是这届政府 新任的其中一位局长 大家都很记得 新闻的时间 一直见到你去探 劏火换乐区 我们很着重乐区的时间 和市民接触 今天我想应该是第一次 你和这么多青年人 这样去对话去聊天 你的感觉是怎样 今天呢 就很幸运 所以不是第一次 这么巧 因为为什么呢 我早前也去过YMCA 都和年轻朋友聊天 不过呢 今天那个感觉 的确是很不同 因为今天我们 看到的年轻一群 都比较上是积极 和勇于法文 真的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而且呢 看到那些问题 事实上呢 是很有深度 和很有见谛 我们作为一个政治任命的官员 看到我们社会里面 有这么多有自己的思维 有自己的观察能力 和有自己这么清晰的眼界的年轻人 我反而觉得非常高兴 为什么呢 我们香港 或者社会的未来 就只是靠大家 是年轻一代 因为没有年轻一代 我们社会 就不会有一个 蜕变或者演变 你想想 我们很多 一些是 无论是科学 医术 甚至是一些文学 音乐 其实都是靠年轻一代 一代更替一代更替 是将人类的文化 科技的演进 是推前的 所以基本上呢 我希望大家 是秉持这种生活 生命的态度 多些去问问题 因为为什么呢 你看到一个问题 你才会解决 反而你看到所有的 都不是一个问题 这个社会就不会有转变 那我希望呢 就以今天 我希望没有集错 有27条问题 这个也非常好的 因为事实上数目越多 代表大家 自我思考的能力越强 亦都对现有的社会 的关心 亦都是越强 所以我是非常之开心的 好 掌声给我们现场 每一位的参加者 青年朋友 和当然也不少得 我们 运输球部局 陈范育长 多谢